這是LOWER BASIC COURSE RADIOACTIVE APPLICATION 最後一版叫做X-RAY 其實X-RAY在以前A-LEVEL 就要讀很多東西 現在就只縮測一版 所以我也很略略地介紹 X-RAY 其實X-RAY 就是用一個很高的 ACCELERATING POTENTIAL 即是上面看不見到 應該是鑑著EHT HIGH VOTAGE 正負那裏 有個V 其實鑑著一個很厲害的V 這個V 我們叫做 這個POTENTIAL 我們叫做 ACCELERATING POTENTIAL 為什麼呢 因為左邊看不見到 有一個電子窗 左邊看不見到 有一個線圈 那個線圈其實是可以製造一些電子出來的 可以煲一些電子出來的 煲完電子出來之後 裡面這個位置是真空的 所以電子不會到處走 乖乖躲在那裏 煲出來的電子乖躲在那裏 那麼 那Stay在那裏有什麼用 沒有用的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 ACCELERATING POTENTIAL 扯進去METAL TARGET 那裏 右邊看不見嗎 METAL TARGET 有些水 那些水要來降溫的 沒有特別的 好嗎 因為不降溫 這個東西很熱 會燒著的 這個東西很高溫 這個東西很高溫 因為為什麼呢 我會再說 那電子撞在METAL TARGET的時候 看到嗎 下面有三支箭咀插出來 那個其實就是X-ray 來的了 好嗎 好了 這裡就叫做X-ray 那為什麼要水冷呢 為什麼要有誰要水冷呢 是因為這個轉換 process 95%都是HIT LOSS 只有5%可以射到X-ray出來 所以為什麼要水冷呢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如果真的會燒著 溫度高到 好嗎 你想想 不斷被人噴 你也要燥底了 好嗎 所以 不斷被電子噴 它燥底 燥底 當然要降溫 好嗎 所以就射到X-ray 那X-ray有什麼用 最簡單的就是照X-ray 沒有什麼特別用途 就是照X-ray 跌斷手手腳腳 那怎麼照X-ray 為什麼照X-ray 不照Visible Light A是用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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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來的 是用來的 對 因為X-ray可以透過你的人體 除了 對 除了骨頭 以及一些比較特別的組織之外 對 所以有時候你看到 肺無緣無緣無故 有個陰影 就是什麼意思 為甚麼陰影 你知道陰影就是什麼意思嗎 有兩個可能性 有癌症 其實就很難看 陰影不一定是有癌症的 白點就可能會 先說 第一件事 X-ray的片本身是什麼顏色 本身是白色的 對 對 這個應該沒甚麼人知道 其實本身是白色的 不過 照完之後 就變成黑色了 射到的地方 射不到的地方 白色 射不到 你也會說 所以你看到 如果有陰影 射到嗎 有陰影 射到 否則射到 那是甚麼意思 可能你的胃 穿了個洞 如果你的胃 有陰影 穿了個洞 如果有很多白點 射得穿不穿 可能那裡會有壞的組織 或者有些東西吸了你的X-ray 或者反彈了你的X-ray Bones Bones 和那些東西都會吸收 吸收X-ray OK 所以 可能會有些不好的組織 在那裡 是否癌症 不知道 否則照X-ray 我需要切片化驗 所以 我不知道是否 癌症 又不知道是惡性 糧性 甚麼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裡有塊東西 X-ray 只能告訴你 那裡有塊東西 可能是甚麼 可能是你的皮帶 是皮帶來的 OK 我試過照X-ray 腸胃炎 照X-ray 接著看到 有個白色正方形的東西 接著醫生說 你的皮帶扣來的 是啊 沒有拿開到 所以就是這樣搞笑 OK 搞定